這次我們會試的就是用Proseco Rose去試這件事 麻煩大家去試一試4號和8號 4號這個香港未有的 只是做了三代的一個很小的酒莊 還有女士主導的 大家看過名字都猜到 Anna Spinato 現在是她和兒子一起 和兒子Roberto一起去做這件事 她也挺舊薑的 因為她除了有做General Prosecco風格 簡單來說有不同的Prosecco區分 混了出來的東西之外 她有做單一區 這個她也是跟回Prosecco Rose區的Generial Indication 85%Clara加15%Pinot Nero 這個可以多說一些她怎樣做Wide Making 她的Pinot Noir幾有意思 9月頭10日摘光 先摘紅 然後是同一時期 9月頭10至20日這個時期裏 去摘它的Glera Pinot基本上正常紅酒做法 20天左右的一個Fermentation process 有做Maloelactic Fermentation 最後Glera 她就做一些Cole Maceration 簡單點保持花火 用一個比較冷的溫度 去做一個Fermentation 最後的第二次Fermentation 是何時發生的呢 將兩款酒根據855混藥完之後 然後再放進Steamer Steel Tank裡 去做一個Secondary Fermentation 亦都是跟回 產區的那個所需 minimum 60日 60日放Niss 然後Filter 好了 第八 又問問大家對這兩枝酒的感覺 都幾不同 兩枝都是Groceca Rose 我相信大家這裡會覺得 它的分野再鮮明一點 聞香上果感上都非常之不同 差不多是很鮮實 或者去到酸 酸到高的 一些Tart cherry的水果 玫瑰水 一些Rose Water 一些二號仔的 去到 後方八號那枝Extra Dry 是 好像在聞一些 紅莓做出來的甜品 有一種甜品的感覺 一些Patisserie的感覺 開始有梅乾的感覺 深滑一點 大家又會覺得 有些Gammy 有些Strawberry Cream 這樣 我想這一組更容易讓大家試到 Extra Dry 和 Blue 出了口感上的不同 身體上的不同 很顯著地 8 號的身體是 Round 很多 敷很多 8 號的那些應該大家是很有機會看到的 限超市都會看到 因為這個應該是我們今天試過最大最大的妝 說著它們瘋的差不多一萬公頃 這麼多的土地 你看到EJ Gallon 為什麼都明白 這一支是 La Marca的Bosacco Extra Dry 2020 你也看到這裡我們的RS 為什麼我們會試到這麼大的分野 一個10g per liter 和一個17.8的分別 多了一整袋 它的濃度的糖 不過這件事我都要很 highlight一下 平時很多時候 同學一看到這個數字 過了10就整天會覺得那支酒是甜的 我希望今天大家離開的時候會知道 但是其實RS 多高都好 只要酒夠酸 所以RS 不可以用來做一個 這支酒是否甜酒的指標 我個人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就是 我試過一支50g per liter的RS Champagne 是一點甜度都沒有的 這個是大家一個 take away 好 試了這麼多酒 我們以下下來 就去到第二部分 看一看一些trends 以及究竟怎樣可以將Posacco 用多些不同的方法 應用在餐樓上 或者行業上 先看看威水數字 同樣我又 include 了一些香檳數字 給大家看 Posacco呢 基本上就是 香檳買一支 就Posacco買了兩支 這個數量來說 是挺誇張的 這個對比 而這個剛剛好 是用2021年的數字去看 但是呢 又回到 香檳也有東西厲害 買一支香檳 就賺了兩支Posacco的錢 這個是一個 其實反映了 就是他們各自兩個不同酒款的特質 香檳基本上是高價的東西 量沒有那麼大 Posacco賣量 但是賣的價錢便宜一點 那兩個來說 我覺得都幾 令人起出望外的一件事 是他2020年到2021年來講 兩個Sparklit Wine的系列的增長 在香港可能我們未必能夠感覺到 但是全球增長來講 你會看到他們全部都 達至到25-31% 而Posacco DLC Rose 剛剛出生的 一出生 已經佔了整個區 10%的消費 其實都應該會是一個 接下來會繼續上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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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看一下 究竟誰負責買了這麼多 其實在亞洲 香港來說 我們不算是些什麼 喝很多Posacco 大家其實都不用看數字 你只看自己 餐廳銷售 等等 可能都會知道 或者你平時去餐廳 有多少人都會叫做Posacco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呢 相對來說 我們佔的量真的不多 那 喝得最多的 或者是Posacco export得最多去的 英國 和美國 叮噹碼頭 美國來講 直接是入了很多的Posacco 就是Rose 大家可能聽到Rose Revolution 這件事 在美國 現在買Rose 真的很容易 他們用顏色 用Instagram 等等 是一個成功的Marketing campaign 之後 德國 法國 餘下 剩下的東西 就是本地自己人喝 都是偏向北邊那邊 賣給自己Faneto區 甚至去到Pinmont那邊 Posacco的Distribution Channel 如何買法 一點都不驚奇的 批量的銷售 你無論是給自己的Posacco也好 甚至有些他們經常喜歡做什麼 Custom Label 那其實會是Posacco那邊 比較常見的方法 那當然 如下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經番餐飲 Entree Acelador 反而是少 其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不如去Posacco那邊去旅行 因為可能 未這麼商業化 其實他們那邊 旅行不算做得多 反而自己 本地的網路銷售 做得不錯 都達到10-15% 綜合來的 你看到 基本上 銷售可以 2020到2021年 差不多增長了25-30% 所以基本上 就跟製作 當然都繼續爆上去 所以 應該在未來日子 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同的 一些Posacco的品牌 或者製作 好 不如我們說回近自己的小小小技 這些都是一些宏觀的數字 究竟在我們身邊 Posacco現在有什麼 很洗腦用的東西 怎樣運用在日常生活呢 樓面同時 我看到有一個 這裡還有哪幾位是做餐廳的 是的 餐廳 可能是 Holesaler 行家 我知道了 這裡只有一個身份 Wine Lover 每個人都是 是的 我負責喝 好了 我們說一下我可以怎樣喝 怎樣多享受 其實兩件事 Food and Wine Pairing 固然是 所以大家會很快地說一下 Food and Wine Pairing 我們怎樣可以去掌握得好一點 不要去到一個好像 不是很像怎樣做的事情 Food and Wine Pairing 會是Posacco的一個趨向 很多人開始說 Posacco不只是餐前酒 其實你都可以 我們搭配食物 那搭配什麼呢 我們一會兒說說 另一件事 Bartender之外 如果要用一瓶Sparkling Wine去做 一杯Cocktail 都算是最划算的 含酒精來算 我不算Soda Water 現在一瓶漂亮少少的Soda Water 都快要整瓶Posacco的價錢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今天呢 Posacco可以做到什麼 這一個呢 其實 frankly Google一下 你會看到有很多新製造的 最傳統的Berlini 很容易做 整件事很合理的 一個peach flavor的酒 你加peach puree進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著力 說多一點 Food and Wine Pairing 裡面的東西 Food and Wine Pairing 裡面 這張圖其實都很簡約地跟大家說了 究竟 食物是怎樣 酒店配搭的了 不是說這句一定對 因為很多東西都看你個人口味 不過我們會用這件事 去幫助思考Posacco 可以配搭什麼食物 等一下我也會問一下大家 意見就是 只剩下一枝未試 你試吧 兩枝 你試完那枝的時候 你覺得可以配搭什麼食物 先分享一下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說去死記硬貝 那些食物會甜 要再甜一點 那些酒等等 其實 很多時候想Food and Wine Pairing 我們都會想兩方向的 一個是Compliment 一個是Contrast 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我想問大家 通常會選擇哪條路 互補 還是對比 真的很上次 互補 好 互補的 通常都是玩互補 玩對比的 嘩 我很佩服 玩對比的那些真是勇士 因為對比 是有機會拆槍走火的 互補是很安全的 相對 互補的那些 我想大家很容易明白 一批甜品 當然要選一些甜的酒 否則甜酒會苦 我想這裏 我不再講多例子了 大家明白 OK了 Contrast 其實又不是真的這麼危險 最常見的就是 油膩的又高酸吸 另一個就是 咸香的東西 加點甜酒 POP酒加杯Cheese 對嗎 這樣 如果我根據這個東西 去想的話 Poseco可以怎樣玩呢 可以做到 補充 不足 可以做到 補充 那些是 補充 我可以做到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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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